那我來現場之後發現實在太離譜 太荒唐了 竟然可以打人的 然後出來說自己很委屈 說他等一下要去看醫生 那個就是中嘉賓 而誰被他欺負了呢 就是我們的陳金輝委員 謝謝你訪問我 但我現在其實還蠻痛的 現在腳跟腰跟背都好痛 如果傷口可以借我們看一下 沒有問題 他整個把他抱然後往後倒 然後就讓整個我們金輝委員 就是往後仰這樣摔下去 我是從很高的桌子 搞不太清楚狀況 就整個被他撲倒 然後就從桌子上一路滾下去 然後重點是在過程當中 我看到的畫面是 一個男委員對女委員 碰觸了一些不該碰觸的地方 那范雲呢 范雲剛剛怎麼沒有出來接受訪問 他看到出來嗎 沒有啊 哇 剛才那個民進黨 一整排女性立委跑出來說 這國民黨太暴力了 那范雲去哪裡了 委員 你現在要不要 要不要那個 你現在打算要高中嘉賓了 應該是性騷擾 很多網友 很多網友關心我 我真的很感動 但我目前可能還要休息一下 因為我的背跟我的屁股 跟我的腰都好痛 對 可是我們今天還是會 我很感謝我的同事們 我們國民黨的戰友 他們讓我坐在後面休息 但是不會漏掉任何一次的投票 對 那現在他們也群起激憤啊 因為他是一個 就是他真的是一個很精壯的人 對 沒錯 而且重點是男生 而且剛剛中嘉賓委員的解釋說 因為有人先推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前面是男生是女生 嗯 嗯 然後他就不見了 他就躲起來了 嗯 其實我當時是站在韓院長的左邊 因為我在保護韓院長 所以當他爬上來的時候 我就出手去抵擋他 我在保護韓院長 對 但是我也是在一個 搞不清楚狀況之下 就一路被撲倒 對 然後下一秒行過來 我人已經在地上了 對 然後很痛 對 很痛 對 對 所以因為今晚委員也是第一任的立委 嗯 然後剛才呢這個民進黨有一個萬老師 他說喔 我這個辛柯立委從來沒有看過這種場面 國民黨真的太暴力了 我真的不知道暴力的是誰 我很傻眼 因為我們是照規矩在議場門口 排隊排了三天 排隊排了三天 然後早上我們也等著要進去 簽名 林表等等的登記發言 結果他們就是一群人就衝上來就開始 有這個肢體的暴力啊 對 我個人是覺得他們不應該 執政黨不應該要再把他們以前這種蠻狠的樣子 繼續演繹出來 對 這個真的很可笑 他們以前是什麼樣子 但現在他們竟然用這樣的話來罵 對 重點是我們今天提的法案 明明是你們以前提的法案 對 他們說在委員會 他們說在委員會不給好好討論 在委員會不是就是那個 如果大家去回看那個委員會的畫面啊 那簡直不忍不忍心看啊 真的啊 跟吳宗憲講的一樣 連小學一年級的班會都不如 是 就是沒錯 對 所以 會不會委員 剛剛我們 郁珍 郁珍戰神在旁邊 跟他講說 下次要記得帶護去 郁珍真的很勇敢 因為郁珍是站在第一線 我是站在保護 韓院長的左邊是 敬衛居拿 已經是第五線了吧 但沒有想到還是有 狡猾的 邪惡的 惡意攻擊出身 你看一下我們 對 下一次 準備要追那個 來 換一組委員 謝謝 集會委員 謝謝 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真的很辛苦 我來不及一一回復 但很多人關心我 謝謝 我們會更同仇敵看 然後請他開那個驗傷證明 然後去告中嘉賓 就是要這樣 對 郁珍委員 我想第一次慢慢學一點經驗 對 你這個裝備 就是因為無視的被打 被敲被那個 累積起來的經驗 因為以前被邱惡 敲那個頭 那氣勢器敲頭很重 然後有被割過手 然後有被捶 在躺在地上捶 有身經百戰 所以比較 裝備比較完全這樣 但是針對中嘉賓 不過我們還是譴責暴力 我們也是真的不希望 我們真的不希望 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就好好表決 就表決就好了 何必衝呢 但他說是 讓議會議場正常進行 他說是國民黨 不聽韓院長的話 沒有啊 我們就這邊表決 他們韓議我們下去表決 他們衝上來幹嘛呢 對啊 就讓議事正常進行就好了 對 所以到底是 到底是誰的問題 對不對 那這 來 這我啊 對啊 對 我們看到 我有準備GoPro 他還有GoPro 對 剛好可以搜證 對 因為這個以前 曾經被那個陳柏惟 他給我斷章取義 所以我們也準備起來 這剛才有全程要錄影 然後另外就是剛剛中嘉賓 其實他其實那個動作 很騷擾啊 超緊張的 他叫范雲吧 我已經叫了半天了 他就不出來 范雲在哪裡咧 對 找不到 所以你覺得中嘉賓這一次 真的也是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說 一向 一向那個有規矩喔 立法院一向有規矩 男委員隊 男委員女委員隊 一般不會愉悅這個規矩 所以 那還是應該遵守這樣 不成文的這個規定 避免困擾 然後針對剛才這個民進黨的一群女性立委出來啊 喊說叫大家好好的這個開會 對啊 好好開會啊 我們也支持好好開會啊 請他們不要衝來衝去 我們就站在那裡 什麼也沒做而已啊 是誰不好好開會 對啊 這怕人的話叫人這樣 坐著喊抓著就這種 沒錯 然後講說什麼 哇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阿拔的政黨 請問過去的八年 民進黨強心碾壓過關的事情 還有少過嗎 他們是都失一陣嗎 我也覺得民進黨都失一陣 對 突然今天好像一切都變成 國民黨真的是錯了這麼多年 沒有錯了這麼多年的事 是 這個民進黨真的很喜歡強持奪力 沒錯 對 還有人說是故意報的 不知道 以前的話如果是民進黨這樣做 早就被高興燒了 小牛你 你這樣不行 你怎麼沒有保護好他 我們分頭 我都被掛在外圍阿 你才在最裡面阿 我都受傷掛彩了有沒有 你等一下 我都懷疑有人咬我 你知道嗎 對這看起來好像是被咬的 咬人你知道嗎 來麻煩麥克風自己拿 雖然受傷了 請你自己拿 對 來小那個 你跟小牛分享一下 我可以先分享一下 我很喜歡今天的這張照片嗎 哪一張照片 很帥嗎 你不會是要胸口的那一張嗎 是胸口那一張嗎 胸口那一張我可能會 掛在門上的那一張 喔喔喔掛在門上 對 等一下幫我 原汁也等一下叫他出來一下 有我叫他 這隻這隻 來幫我們close一下 我個人感覺阿 就是原汁在當下可能人生的跑馬燈 應該已經展現了三四回 他這輩子應該沒有這麼勇敢過 對對對 我對葉原汁的認識他這輩子沒有這麼勇敢過 我不是帥 哪裡帥 他非常辛苦 真的非常辛苦 等一下叫他出來 我們今天還是主要 大家知道排隊的事情嗎 已經尤其這個 我是非常氣憤 為什麼因為我睡在這裡 對 排到大夜班已經有點小生氣了 你知道嗎 但是還是要誤出 等一下你菜 我菜嘛 我們在這邊是凌晨12點睡到早上6點 對 那已經這樣子好幾天了 兩天了喔 我自己都有摔碎 我就覺得 沒辦法接受被插隊 那剛剛一進去 我是親眼目到金輝那一趴啦 對 那因為 坦白講 我是私底下也跟鍾佳銘講 我說 你是有在運動嗎 不然這樣 那跑得好像飛咧 突然匆匆 我們手兩邊 對 他從韓國瑜院長前面直接飛跳上來 就飛上去 對 那真的很危險 因為你知道 擋著也不是 硬推回去也不是 因為他如果在空中 往後一倒 後腦勺一著地的話 這都是我們不樂見的 但是他就是趕快一上來 就抓著陳清輝 我看到抓女生我就覺得受不了 所以我就趕快下去把他給分開 然後一直拉扯他 所以我心覺得不太好 他是說因為有人先推了他 所以他沒有辦法認得清楚 他前面是男生還是女生 這個 欸這我跟大家分享 剛剛有一個 目擊證人 剛剛有一個目擊證人 那個人叫做高金樹梅 是沒錯 他說他親眼看到 他在前面策劃拿椅子 要做墊布 然後 陳清輝在這邊跟他講說不要不要 那他怎麼會不知道擋著他的人 叫陳清輝 嗯 對那我也跟他講說 欸我是在幫你 我如果不幫你拉開 你要繼續抱著陳清輝要多久 嗯 這真的不是很好 那所以像我們所有的網友都說 灰灰一定要提告 陳清輝其實是蠻難過的 對他其實蠻傷心 他被人家抱成這樣子 然後又是壓在地上 而且他受傷了 我跟他講 他說他沒辦法想像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職場 然後聽說還有人就是 啊我知道我要抱他了 吳宗憲 他姐姐在空檔的時候 傳簡訊給他 嗯 請問一下中憲 你爸媽知道你在這麼做 這麼做這麼危險的工作嗎 呵呵呵 所以是 當立法委員 比當檢察官還危險 對對對 這就是我們的國家 好像第三事件耶小牛 來你幫我去叫 我還沒問過你 等一下 你是被莊瑞雄打 莊瑞雄打了三拳 所以我剛剛有在後面 我有去問他 可是我當然 我有很近距離問他 我說你可不可以跟我道歉 然後他說沒有啊 你就懶惰了 懶惰就要打 那我說沒關係 但我不會打你 但是我要讓你知道 用暴力是不對的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用這個 側翼做圖說 因為我近距離的跟他講嘛 你可不可以跟我道歉嗎 他說我在跟他挑釁 我覺得我被打了三拳 他回答你的那句話 你再講一次 各位網友 我覺得這個話 非常遏制 欸 洪孟凱 林思敏 傅崑 總召 呃 韓國瑜院長 都有聽到 他說我 阿爛爛爛就打 對啊 優質委員 這麼 民進黨的委員優質到這種地步 他還是黨團三長 優質 因為我黨在九道門嘛 我就一直擋著撐著撐著 然後我就是希望說 能再擋幾秒 讓他們不要去佔領主席台 然後他就說 就是叫我不要擋路 然後我說真的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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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打我三拳 是不好意思 不是那種回到的打喔 是 一 二 三 然後打到我後腦勺 請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我是覺得當下很投音 阿巧琦說我是臉色翻白 但沒關係啦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 人家攻擊我們 不代表我要用什麼正當防衛的理由去回旗 我都不要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攻擊是不對的 好 那我再問兩位一次 今天弄成這個場面 難道 國民黨的各位 不管是縣市首長也好 黨中央也好 國民黨的立委也好 520禮拜一還要去嗎 還需要有必要嗎 坦白講 我必須跟大家報告 我是有點鬆懈原本要去 因為畢竟 有所謂的聽說跟蘇貞昌 或者是賴清德有吃飯 那有下達一些指令 那我嚴重的懷疑 這些是不是指令的範圍內 那一手告訴我們 要長野和解 對 要有氣度 一手告訴這些 一手說你軟弄要打你三拳 對 所以我 沒辦法接受 對不起我沒辦法接受 不是我們 不同情達理 他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利用中華民國的憲法 所選出來的 我們尊重 但對不起 他的做法 我們真的素難 去接受去認同 照片哪 什麼照片 他覺得你太帥了 喔 正常發揮 什麼正常發揮 我覺得這是我認識你以來 最勇敢的一次 他看了哪一張照片 是我的白皙的胸口的傷痕 不是胸口 那是 我叫他不准拿胸口那一張去 就是被 卡在那個門上的 開門上 我跟你講早上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沒有預料到 他們會用這種方式來突襲 因為 文明社會的國家 通常就誰排隊叫里浪 對不對 就像 比如說我喜歡劉德華 劉德華要來了演唱會 舉例來講 對 我是舉例 假設我要排 最前面 我是不是就早點去 是沒錯 我可能三天三夜 沒錯 而且你們還真的是三天三夜 我們真的三天三夜 我就睡 我那天半夜 我大夜班 我十二點鐘 到六點 我就是睡在那個地方 那個白色牆旁邊 而且我還是 不是睡帳篷 那個羅廷偉他還有帳篷 我是睡蚊帳 等一下 好不好 就是 拿那個蚊帳 然後拿睡袋在裡面睡 那個蚊帳比我的 比我身高還短 所以我們其實 其實也沒有睡得很好 但為什麼呢 就為了今天 早上七點鐘的時候 要進場 我們可以在這邊 把第一案送進去 沒錯 你要尊重我們排隊嘛 你不能你自己 不排隊 然後 演唱會我排第一個 結果你是賣黃油票的 然後你等到開眼前 你們忽然間要插我的隊 如果是 你們會很高興嘛 就很不爽嘛 然後 他們就一直擠 然後 後來大概擠了十幾分鐘 那時候門要開了 門要開 當然他們就想要鑽進去 然後那時候是 那個千鈞一髮 為什麼 因為同時間門打開 我們要先讓議事人員進去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防止 民進黨的人趁亂進去 所以現場非常混亂 那剛好我就是在門邊這邊 然後就急 擠到那個門啊 我都聽到碎裂聲了 所以 所以 門還好嗎 來 門還好 我記得有 我記得有碎裂聲 有碎裂聲 所以 非常非常緊 然後大家要擠進去 所以那時候我被推擠到 我說真的 我沒有要說誰不好 那誰推擠我 我也不知道 搞不好也是我們國民黨人推擠 不一定 不一定 因為他不是衝著我來的 他不是說故意要 把我自我於死地 他就場面混亂 所以擠到 那當下是因為在這樣一個情境下 所以才會被鎖到喉 那我胸口也有挫傷 不要不要打開 但是你可以去驗傷 好不好 沒有沒有沒關係 是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嗎 無所謂啦 其實我那也不是傷 我不要說我受傷 那就是破皮 就是挫傷破皮而已 那我只是覺得 他們今天早上做了很多無意義的挑釁動作 是沒錯 比如說硬要插隊 這事情我覺得非常沒有意義 我們幼稚園的時候 老師不是就是會告訴小朋友 小朋友手牽手兩個兩個排好 千萬不要插隊喔 所以現在你們這個立法院比幼稚園 小朋友 不是小學咯 之前中建說是小學生 現在是比幼稚園還弱 小朋友是會聽話 但有些壞人 他是惡意要做壞事 你就沒辦法約制他 我覺得他們就惡意做壞事 所以插隊這個事情是挑釁 然後剛剛也有好幾波我都覺得是挑釁 例如說 後來不是有一個報告四項的投票嗎 欸 他們故意不讓 因為我們在主席台上 就是怕他們也是 擔心他們來霸佔主席台不開會 其實都是預防他們做壞事 然後麥克風就給你把他走 然後 那有一些站在主席台的人 要下來投票 他們投完之後 故意不讓人家出來 你們不就很無聊嗎 好 故意不讓人家出來 投完票了還不讓人家出來 就是不讓人家 不讓我們的人 像謝龍介什麼的 他要下來投票 他不讓他下來投票 你不覺得很無聊嗎 又是 有什麼意義 你不讓人家投票有什麼意義 你們是國會 國會委員 然後這樣就算了 那中嘉賓 從中 從中間這樣爬上去 爬上去 然後不是還把那個誰拉倒嗎 陳金輝拉倒嗎 陳金輝拉倒嗎 那剛剛那個高經委員也給我 因為他有目睹 他有照片 我們看到就是 中嘉賓他已經攻上去了 然後陳金輝站在那個台上 那 中嘉賓是用手去抓 陳金輝的腳踝 抓腳踝多危險 你一拉他就直接倒了 他確實是受傷了 然後他倒了以後呢 他還抱住他扭了一下 大概5到8分鐘 好那我就問 中嘉賓委員 你上去然後咧 你還不是就出來 中嘉賓剛剛在這兒 我直接問他 我說你做這件事情 第一涉及傷害 第二涉及性騷擾 請問你的態度是什麼 而且陳金輝沒有打算 接受你的道歉 甚至要提告 中嘉賓竟然說 沒有因為那個 後面有人推我 屁了誰推他 他自己上去的好不好 然後我也看不清楚 前面那個是男是女 怎麼可能 所以陳金輝 你平常是被認為男的嗎 是男是女 那麼好的就是個女的啊 他 金輝說這句話讓他更傷心 我覺得中嘉賓 是個男人就不要再 再凹了啦 就道歉 他說他有道歉 但金輝沒有要接受 很惡劣啦 沒有要接受 因為他故意的 他幹嘛要抱人家 然後抱完之後 然後咧 你還不是就離開 那我就問你上來幹嘛 你上來幹嘛 你上來就是為了抱成金輝嗎 我我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醫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好幾分 明天和人類都很好 好幾分 好幾分 明天和人類都可以選擇 快點 我可以選擇